你 这是你挑的吗 是 好看吗 好看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一会穿的时候 就就围在领口的 坏了 不可能 我全部检查过的 哪坏我 女孩子在出嫁前 不能见夫君 我先撤 等一下 你等我 你听见没有啊 我说让你等我 你听见没有啊 哦 这身洗服穿在夫人身上真好看 过了今晚 夫人就是真正的夫人了 奴婢一想到 应付热热闹闹 其乐融融的样子 奴婢就开心得不得了 夫人 您不开心啊 哦 当然没有 我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 只是 第一次穿婚服 有点紧张 哎呀 夫人现在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了 奴婢给您梳头 一梳梳到头 生活乐无忧 二梳梳到头 健康又长寿 三梳梳到头 夫妻共白头 宁玉萱 嫁给你 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 希望未来的我们 能够简单幸福 平安快乐 父亲以后一定能够明白 我和宁玉萱彼此的心意 然后祝福我们 谁啊 哎 你怎么来了 袁大哥 幸好来得及 没有铸成大错 什么意思啊 改日再跟你解释 先跟我走 哎 哎 你放开我 你不说清楚我哪儿也不去 我 墨雪姑娘 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事情 跟你家小姐单独说 墨雪你先出去吧 你说吧 小梅 你与宁玉萱绝对不能成亲 袁大哥 我和宁玉萱现在是情意相通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拆散我们 你在我心里是大哥一样的存在 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祝福 而不是这样胡闹 没错 我确实是你哥哥 好 我把一切都告诉于你 十八年前 茶帮山寨 从你出生那一刻 叔叔伯伯就告诉我 我是哥哥 必须要保护好妹妹 你说我跟茶 跟茶帮有关 你是茶帮的后代 只不过 你亲生父亲 并不是茶帮的三灯家 化名雷虎的鸡鸣 而是茶帮帮主 才会正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小妹 你还没明白吗 宁玉萱的父亲 宁中天 就是死于茶帮帮主 蔡文正之手 而你 就是蔡文正的 亲生女儿 你的生父蔡文正 也是死于宁家的追杀之下 他临死之前 将一对双胞胎 也就是你和聂桑宇 托付给了季叔叔 因为季叔叔一个人 无法兼顾两个孩子 并把聂桑宇 托付给了聂向远 其实季叔叔 只是你的养父 你的亲生父亲 是蔡文正 本来季叔叔不想让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于你 可是我做不到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和宁玉萱 还越陷越深 甚至还跟他长相厮守 我要保护你 你 聂桑宇 是王亲姐姐 你若是不信的话便随我上船 让季叔叔把这一切告诉你 你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我是茶帮二当家圆定山的儿子 你的玉萱 就是我小的时候 送给你的畜生和礼 好 好 好 来 你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会写 我现在就要去找聂元轩 因为他现在还在等我呢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 你也可以自欺欺人 你甚至可以不在乎你与宁宣的杀父之仇 可是你想过没有 这么多年 宁宣致力于青草插包 如果他知道 你就是他杀父仇人的女儿 他真的会不在乎吗 我一定要 感谢观看